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这相反操作就对了 好 我们来看看 For example 假设呢 有个大的函数 大的f of x 你对它做导函数 结果得到是x平方 那我很想问 大f of x到底是什么东西 OK 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 What is f of x 当然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f of x 一定可以是 一定要是什么呀 x的三次方 那因为它前面 这个等号右边 常数是1嘛 所以呢 这微分三一下来 就变成三分之一 所以三的微分之后 三减一就变成x的平方 这样子就可以微成它 但是我们知道 不只是这样子 假设我后面加上某些常数 因为我们知道 常数的微分 永远等于0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才是它真正 这个等号里面的 大f的可能方程式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 基本上的判断啊 就可以了解 它到底是 应当是怎么样 好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假设呢 我们有个大gx 你对它微分完之后呢 它会等于x 再加上x平方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 what is大的gx 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微分之后会变两项相加 就代表它也是单独两项 微分完之后会变成它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告诉 它就告诉我们说 好 第一个 什么东西微完分之后会变成x 当然是x的平方 微完分之后 才会变成x的一次方啊 所以本来是平方 但平方一微分会多个2 那这边又没有2 所以先把2除掉 就没了 好 再来呢 什么东西微完分会变成x的平方 那当然是x的三次方啊 但是三一微分之后 三要提下来 但这边是1 所以你要把3除掉 再乘上一个三分之一就可以 那最后面 我还要再加上某个常数 因为任何常数一微分之后等于0啊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才可以将g啊 求出来 所以我们来怎么样来做这个反向操作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OK 好 那这种反向操作呢 我们要怎么样做 所以说假设我们把这边稍微写一下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大的f of x 我们对x微分 OK 之后呢 你得到是一个小的f of x的函数 就好像这边是x平方 它就是一个x的函数 或者是这边是个x加x平方 它也是个x函数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请问一下 大的f of x会等于什么 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你反向操作的符号是 你在这个小的f of x前面呢 写一个好像蚯蚓一样的 然后后面呢 写个dx 这样子就是反向操作 这个就是g分的意思 那下面是g嘛 对不对 那g呢还是同样的意义啊 假设一个大的gx的微分 微完分之后 会等于小的g of x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问 大的g of x会等于什么呢 它会等于小的g of x呢 的积分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们反向操作的符号 就这样子来写 那至于反向操作 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待会会讲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来看看 几个我们熟悉的反向操作 我们总是要把它记起来 背都要把它背起来 OK 变成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反射动作 好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 我们知道sin x 你对x的微分 导函数会等于cos x 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cos x的积分 会等于什么呀 会等于sin x 再加上一个常数c 那同理呀 假设是cos x 对x 微分 点负的sin x 或者是你喜欢把这个负的写过来 也可以 OK 我们把它写过来 假设写过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 sin的x 对x的积分呢 会变成负的cos x 再加上某一个常数c 所以你看看 sin的微分 变成cos sin的积分 变负的cos OK 这边有个负号不一样 cos的微分 变成负的sin cos的积分 变成正的s 但是在这个操作当中呢 后面都要加上一个可能性 就是常数 那我们怎么知道常数等于多少 事实上 这个需要有边界条件来设限 那我们现在呢 暂时先不管那个问题 好 那我们再继续下来 假设有个常数 a呢 是一个constant 你对它的x微分 当然永远等于0 因为常数就是x的0四方嘛 0四方 x的0四方的微分 就变成0要乘到前面来 0乘到任何东西 通通通通都等于0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把0啊 对x做积分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它会等于a 某一个常数 0的积分 它会变成某一个常数 OK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的 好 再来 x的n四方的微分呢 我们知道 这微分呢 会变成n 写在前面 然后x的n 减一次方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后面 OK 你看看哦 假如说 x的n减一次方 对x的微分 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把这个n啊 提到前面来 它是不是要变成n分之一的xn次方 对不对 或者是你不喜欢这样子背 你喜欢这样背 x的n次方 dx 它要变成什么 你看这个n 在这个分母的n 是不是n减一次方 再加一 对不对 本来微分是要把它减掉一嘛 现在呢 积分的时候把它加一 你看x的n减一 变成x的n 所以后面x一定是n加上一 然后这个n跟这个n一样 所以下面是n加上一分之一 再加上个常数 这样子也可以 好 再来两个 exponential x的微分呢 它会等于exponential x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exponential x dx的积分呢 就是exponential x 再加上某一个常数 再来 long x 对x的微分会变成x分之一 那么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这边是对x分之一 dx的积分呢 你会得到long x 再加上c OK 请记住一下 这x分之一 也可以写成x的负一次方 x的负一次方 OK 但是呢 x等于负一次方 你这样做起来 跟这边做 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 这个呢 留给大家去思考 OK 好 我们继续下来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啊 在教这个导含书的时候 有三个公式 那我们在积分里面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公式 它告诉你 它应当怎么样的操作 所以我将一些相关的东西啊 把它写在这边 让大家看 那你呢 就会很有概念 OK 好 比如说呢 我们要做V分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嘛 假设这里面是U 再加上V 假设U呢 它是x的函数 V呢 也是x的函数 那我们知道 这样它会等于分别的导含数之后 再相加 就好了 那么我们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假设你现在积分是两个函数的 相加之后才积分 也相当于你个别积分完之后 再相加 OK 这个四值呢 完全都没有变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好 再来 假设呢 你现在微分呢 是对于某一个常数 A 乘上了 我们这个U 我把U写得复杂一点 叫U of x 把它完整写出来 那这个微分呢 是不是我们先前就告诉我们了 假设它这个常数 我们微分呢 就好像没看到它一样 把常数提出来 那对后面这个微分 这个地方的积分 也是一样 假设U呢 对 对着A乘上U x的积分 它也会相当于A提出来 然后对着U积分 OK 完全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呢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做几个啊 简单的 example OK 好 A B X 这个前面讲过了 你对一个常数积分 它会变成什么 常数后面是1啊 对不对 你对X积分 你会得到A乘上X 再加上某一个常数 这个怎么来看待它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A乘上X的零次方 对X积分 那相当于A乘上一个函数 A乘上一个函数 那A不动 那你是不是对X的零次方积分 X零次方的积分 我们来看看这边 啊 X的N次方的积分 那零次方 A乘上0次方 会变成什么 0加1 变1分之1的X一次方 再加上一个常数 就变成AX 加上C 就是它 OK 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更进一步 A乘上DX 的积分 它会变成什么 A不动 对X的积分 X一次方的积分 会变成1分之1的X平方 再加上C 某个常数 好 更进一步 假设你对AX平方 再加上BX 再加上C积分 这边我叫做D好了 免得有些常数啊 都互相重复符号 所以A B D都是常数 那是不是相当于 你分别对X平方积分 对X一次方积分 跟X的零次方积分 你就会变成A乘上 三分之一X的三次方 再加上这个的积分 B乘上二分之一X的平方 再加上D乘上X 最后加上一个常数C 你说为什么最后 只加上一个常数 不是每一个做完 都要加上一个常数吗 没有错 但是你又不晓得 常数是等于多少 我把这三个做完之后 你要加的常数 通通把它加起来 它还是一个常数啊 我就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假设呢 你现在更简化一点 写上AX的N次方 它会变成A乘上 N加上一分之一的XN次方 N加上一次方 再加上常数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然后现在紧接着呢 我们要来用一些技巧 让大家了解一下 一些积分要怎么进去 好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把刚刚呢 有个公式写一下 假设SINEX 你对X的积分 它会变成负的COSINEX 再加上某个常数 C OK 这是先请讲的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 假设呢 我现在要对着SINE的 三次方X积分 那我应该怎么办 它不再是SINE的一次方 而是对SINE的三次方 记不记得 我们在讲微分的时候 又讲到洋葱圈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来看的时候 微分的时候 我们就说 哦 假设呢 有一个圈圈 就你发觉它里面啊 有个黄色的 小洋葱皮 黄色里面呢 有个红色的小洋葱皮 红色里面呢 有个小蓝色的洋葱皮 OK 不管它几层 最后面呢 才是你想要针对的 这个对象X 那你这个外面这个F 就不能够直接 对里面这个运作啊 你要先对黄色运作 微分 然后再把黄色的 对红色微分 再把红色对蓝色微分 最后再把蓝色对X微分 对不对 就变成圈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事实上也蛮像的 因为我们要是 仔细看的时候啊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好像是 Side三次方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并不是这样 原封不动的推出来 我们要经过一些 比较复杂的程序 因为这个 不晓得怎么样把它推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各位看看 它是不是相当于 平方 再乘上个一次方 这样就变成三次方了嘛 对不对 好 现在我要做一个动作 做完之后 我们再看看它是什么意思 好不好 我把其中这个 把它叫做某一个函数 U 三条线就定义它 叫做U of X OK Let U of X 就是等于Side 那我对它通通都取微分 所以就变成DU 后边呢 就会变成什么样 它的斜率在乘上DX 对不对 它的斜率就是D Side的微分啊 就变成Coside X OK 好 那么 这样子来看呢 好像没什么优势 为什么 因为这边是Side X乘上DX 那 假设我把它弄另外一个 不要叫做Side 我把它叫做Coside 好了 那么 我把它微分 所以变成DU 那 这边是变成DX乘上什么呢 它的斜率啊 负的Side X 啊 我们发现这个好用多了 所以我们就把前面这个啊 这个尝试把它画掉 那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告诉我们 这个部分 Side X DX 会变成负的DU Side X DX 会变成负的DU 那是不是告诉我 它会变成Side的平方X 负的DU Right 那负的 当然我可以把它提到前面来啊 负的就提到这边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Side平方X跟Coside X 有什么关系 我们发觉Side平方X 可以显得E 减掉Coside平方X 后面DU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写 因为我希望把Side X 换成为U的函数 因为Coside X是U 所以这边相当一一减掉U平方 这个会积的吧 非常容易啊 两项相加嘛 一个是正一 一个是负的U平方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呢 继续下来 我们会变成负的 负1 对U的积分 就是U 减掉 U平方对U的积分 就变成平方 就变成 2加1变成三分之一 U的三次方 最后再加上某个常数 C 这样子就是它的积分了嘛 只不过最后面 不要忘掉 把U啊 带回来 负的 Coside X 减掉三分之一 Coside三次方X 再加上C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OK 假如说 你不喜欢这样子变换 这个叫做变数变换法 我们这样呢 这边本来是对X积分 我把它转换成为 对U积分 U是谁 Coside 所以你这个经验很重要啊 因为你知道 Coside的微分呢 就会变成Side 负Side 所以呢 U等于Coside 就相当于 DU等于负的SideX DX 因为这边又出现这个 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转换到 对U的积分 因为这个容易积嘛 最后就可以把它积分 OK 所以这个是个经验 所以呢 为什么在计算上面 各位同学要做很多立体啊 很多习题才有经验一样 你只是不熟悉而已 所以会很害怕 其实不要去害怕它 熟悉了就好 OK 或者 你不喜欢它这样子写 你喜欢用另外一种方式写 也可以啊 因为这个变数变化 写起来好像蛮复杂的 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子看待它 你看看 你看看Side在这边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SideX 摆到 后面这个D的 后面去 那它是不是可以写成为D CosideX 但是要加个负号 这边呢 等号写到旁边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对着CosideX 做一点点小的微分 对不对 好像有个函数F of X 我请问一下 它一点点小变化 是谁在变化 当然是X在变化 那F会有什么变化 那中间是不是DF DX 算它的写率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假设呢 我现在在F就是CosideX CosideX的微分会变成什么 那它是不是会变成为 负的SideX DX 对不对 那负负的正 又变成前面了 我这样子写起来 好像也蛮快的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一来看呢 哦这没有CosideX 我是对X来积分 那Side跟CosideX 本来就有关系嘛 所以呢 它马上就可以写 E减掉Coside平方X DCosideX 这样子也可以 我是对着CosideX 再积分的 那它的答案呢 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负的 E 基本上就是CosideX 减掉CosideX的平方的积分 就变成三分之一的Coside 三次方X 最后加上一个常数C 解决了 OK E的位都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下面一题 所以我们目前教的这个方式呢 它叫做变数变换法 OK 我们把它变数给变了 一开始只是对着DX积分 现在把它变成为对Coside积分 这就是变数变换 你把CosideX叫做U也可以 那它就变成对U的积分 OK 好 我们再看一题立题 一样是变数变换法 好 假设我们这边有个SineX 乘上CosideX 然后对X积分 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做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啊 把这个呢 拿到这个D里面来 所以这样一拿进去 就相当于说 我怎么样把它变换出来呢 这一拿进去相当于对X CosideX要积分完之后 才可以放到这里面来 因为这边要微分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积分进去 它就好像Sine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看 假设你有个D SineX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SineX对X的微分呢 不就是CosideX吗 所以CosideXDX 就是等于D SineX 所以我这样一做的时候呢 它变成这样子 假设我把SineX叫做U 它是不是会变成U 因为前面也是一样 DU 这个还不简单 所以就变成1分之1 U的平方 再加上C 或者从这边直接 它就变成1分之1 Sine平方X 再加上一个常数C 这边U要带回来 它就是Sine 通通都可以 所以变数变换法呢 宝贵是宝贵在那边 宝贵在于你的这个经验 OK 好 再看看下一个 请问一下 TenX的积分会变成什么 好 我们把它分开来 把它拆开来 TenX就等SineX 除以CosX 对 X积分 所以我们这一看 发觉 你看看这边下面是分母 是Cosine 分子是Sine 所以我假设把分子 这个Sine呢 挪到这个微分符号的里面 就像这样做个积分 Sine的积分 不就变成负的Cosine吗 对不对 这样一移进去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为负的 因为要把移进来之后的 这个呢 负号要把它平衡掉 OK 所以我就把它这样子做了 因为Cosine的微分 会变成Sine 再加一个负号 刚好负负得正 剩下是CosX 这容易办了吧 这个是不是等于负的 CosX的负一次方 第CosX 你把CosX当作一个函数 就是了嘛 你对着这个黄色的 对这个橘色的 你来积分 那它是不是等于负的 记住 这是导数哦 一次方的 所以直接变成Log 对不对 是不是Log CosX 再加上C 算完了 OK 非常的简单 好 我们继续呢 再举几个例子 好来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假设有个X三次方 站上Sine的 X四次方 再加上2的DX 你怎么办 这一看呢 我们发觉 这边是两个函数相乘 第一个是X三次方 第二个是Sine 就Sine里面的变数 还蛮复杂 又是另外一个函数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一观察 发觉 真幸运了 因为这边是X的三次方 这边是X的四次方 所以假设我可以把这个 挪到这里面来 是不是这边就变成X的四次方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做 X的三次方 DX 我把它挪进来 是不是可以变成DX的四次方 不过假设你是这样做 X的四次方的V分的话 会变成为怎么样 这个对X的V分 会变成四倍的X三次方 对不对 所以呢 X的三次方DX X三次方DX 这边有个4 这边呢 却没有事啊 把它怎么样 除掉 这样子 他们两个才会想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它插掉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上面是不是很快速的 可以这样子写 四分之一是长数 我提到前面来 所以我将这个X的四次方 用黄色的来写 代表它是一个变数 但是你一看 这个Sign里面又不是 只是X四次方的函数 它是X的四次方 加2的函数 那我怎么办 这个V分啊 对于任何长数的V分 都等于0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子写呢 把它写成X四加2 你发觉你这样子做跟这样子 完全一样的意义 没有任何差别 因为2的V分等于0 所以这样就相当于 我只对这个黄色的东西啊 V分 的积分 那这样就很简单了 Sign的积分就变成Cosign嘛 负的Cosign 变成负的四分之一 Cosign 变数是谁 黄色的 算完了 哦 不要忘掉 要加上一个长数 C OK 这样子呢 就可以了 好 再看另外一题 当然我们要设计的 蛮幸运的 对不对 Long X 除以X 对X这一份 它会变成什么 其实我们知道 Long X的V分啊 就变成X分之一 所以我们要是可以把这X分之一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Long X 乘上X分之一的DX 对不对 抱歉 这样子好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移进去 当然可以啦 我这一移进去的时候 是不是变成Long X D Long X 相当于呢 我们对谁在积分 对这整个东西在积分啊 就好像说 你对 假设这个叫U U U的U 的积分 那他们答案根本就 马上就算出来了嘛 对不对 马上就算出来了 二分之一 U的平方 U就Long X 平方 假设我先这样写 再加上 常数C 算完了 马上 就可以解决 OK 好 有一题呢 另一题呢 请你们大家做做看 你要怎么做 请大家呢 自己呢 练习练习 刚刚用变数变换法 你如何变化 OK 就可以把它呢 全部都算出来 好 有了变数变换法之后呢 下面我们要来教另外一个 积分的技巧 这个叫做部分积分法 OK 记住 我们这边的公式呢 我们都不证明 因为呢我们不是在教微积分 我们是在简介 怎么使用它而已 所以呢 请大家 微积分的这个课程啊 也要好好的学 你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部分积分法 OK 部分积分法 其实它的idea啊 就是从我们两个函数 相乘的微分概念来的 假设呢 U是U of X的函数 V呢 也是V of X的函数 那我们从啊 微积分里面 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你现在是U乘上V 那你是否变成 第一个 U不动 为V 再加上V不动 为U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 只是把它反向操作而已 假设我这个等号 我两边通通都做积分 我把这个拿掉 我在这边做个刮弧 两边通通做积分的 这一个 作业 这个操作 那是不是就代表 左边 可以卸身 对不对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这个你本来对着它V分 现在又把它积分回来 那就是它自己而已嘛 对不对 那这边会变成什么 这边就相当于 你是U对V积分 这边相当于V呢 是对U积分 OK 所以呢 整理一下 假设呢 有个U是对V积分的 OK 那它会等于什么 U乘上V 减掉 V乘上DU 它就可以这样子写 这个就是我们 部分积分法 OK 当然你看个老半天 可能看不懂 这到底是在干嘛 好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呢 各位就比较清楚 我把这个例子啊 写在隔壁好了 好 因为我需要比较大的板面 OK 我们看一个例子 假设呢 我们有个积分 它是θ 乘上sinθ 之后对θ积分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假如说 我可以把这个当作 EU 这个 当作dV 那不就是相当于这样子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套这个公式 假设要这样子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它告诉我们U 等于θ 这个告诉我们dV呢 我们把它看作为 sinθ dθ 这是我们自己令的 OK 所以没关系 然后这个地方呢 对它做个微分 所以变成dθ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微分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可不可以对它 做个积分 它是不是变成为 sinθ dθ 它会变成什么 负的cosθ 这个是我先不加C 因为我还要操作它 所以呢 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等号会变成什么 根据我们左边的公式 会等于U 乘上V U乘上V OK 那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V是什么 这边 这个不就是V吗 对不对 它是不是等于V V就等于负的cosθ 对不对 所以它等于U乘上V 我先把公式抽下来 负的V 比U 它就会变成怎么样 U就是θ V就负的cosθ 剪掉 V对U的积分 V是什么 负的cosθ 对U积分 比θ 负的反而是常数 把它提出来 负负的正 所以这边负的θ cosθ 加上cosθ 对θ的积分 最后不要忘掉 统统再加上个C 就是了 所以我们答案会变成sinθ 减掉θ 成cosθ 加上C 这样子当然就说 你就要搞清楚 这个到底要怎么分 OK 我们现在呢 有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你发觉 你可以得到同样的一个 equation OK 同样可以得得到 我们呢 先将 一个地方 第一 我们要操作的方式 叫做微分 因为这边是对θ做积分 所以第一个是对θ微分 第二个 是对θ积分 然后我们就把它分出两项出来 第一项 θ 第二项 sin 所以这个是θ 这个是sin OK 好 第一次操作 θ对比θ微分 变成1 再操作一次 1对比θ微分 当然是0 sin对θ积分一次 是变成负的cosθ 负的cosθ 再积一次 变成负的sinθ 然后我们要干嘛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画出这个对角线 以及最后面 最底下画一个横 正 负 正 然后我们要干嘛 也就是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边可以写成怎么样 这个积分可以写成 这个乘上这个的正号 变成负的θ cosθ 再加上这个乘上这个的负号 负负的正 是不是再加上sinθ 最后再加上 这两个相乘的积分 的正号 再加上 正负的负嘛 对不对 0 乘上 sinθ 对θ的积分 这东西就不要写 后面这个0 身上 就等于0 积分完之后 变成一个常数c 它是不是等于负的cosθ 再加上sinθ 再加上 某一个常数c 是不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 整个式子 就把它做完 好 我们把这个记起来 然后呢 我们继续来操作 这个部分分式 记住 这边呢 我只是用很简单的 一个对应的式子 那 假设我们部分分式 你要做很多次部分分式 一环套一环 那我们用 这个简单的表示式 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比如说x平方成下 exponential x dx 好 请问一下 你怎么计分 根据我们刚刚 部分分式的操作呢 第一个换成 d over the theta 第二个呢 就是要对 theta 计分 不过问题是 现在是x啊 所以我们就对x 为分 跟对x计分 这边我们把它 分成两个 OK 一个x平方 一个exponential x 到底谁放在这边 谁放在这边 你要自己做决定 有些时候 你怎么放都没关系 有的时候放错了 就很麻烦 有的时候放对了 就很简单 比如说 我们就把x平方 放在这边 exponential x 放在这边 那我们看看会怎么样 先对它 v 头一次 就变成2x 再v一次 变成2 再v一次 变0 好处是因为 它会有0 你看看 当它这个味道 最后面变成0的时候 这个积分 就变成一个长处而已 你就不要去管这个积分 哇 多棒了 一件事情 那这个积分呢 exponential的积分呢 怎么积都是自己 哇 非常容易 然后不要忘掉 我们就开始画这个斜线 最后面的底下再画过来 它一定是正 负 正 负 假设你搞不清楚 这怎么来 再把部分公司的公式 套进去 你就会了解我们怎么construct这个东西的 好 那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第一个x平方乘上1x的正号 exponential x 第二个2x乘上exponential的负号 第三个2乘上exponential x的正号 最后面 这两个相乘积分的负号 它就会变成x平方 答案就算出来了 或者你喜欢整理一下 也可以 ok 这样子呢 就可以 好 有些时候啊 它并不是你可以配得到 这边都等于零的 你配不到 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点技巧了 我们发觉啊 这个状况并不是很多 所以各位的经验也不需要太丰富 你大概就可以做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体的立体 假设我们要做这个计分 请问一下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一看呢 我们就发觉这里面呢 有两个东西相乘 好像没有很简单的方式 你把exponential放进来 跟它也不一样 把cos放进来 跟它也不一样 所以放进去没有什么优势 我们试试看部分分式的方式 我们把左边的这个呢 比如说放成 exponential ax 这个变成cos的 sinx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的积分呢 就是x咯 位分是x 积分也是x 好 第一个 exponentialax的积分 相当于你要线嘛 的位分 你要线对ax位分 所以就变成exponentialax 然后再对ax ax再对x位分 就变成a 乘在前面 这个呢 你要先对3x积分 那边边这边只有x 那怎么办呢 我把3放在这边 可以 因为一个位分 往后变成3乘上dx 我把3除掉就好 是不是 我可以这样子做 相当于这一积分呢 1 3分之1放在这边 然后对cos的3x 把3x当做一个变数的积分 会变成负的 变成sin的 3x 再来一次 对它 微分 常数不变 再对这个微分 这一微分 又变成a乘上exponentialax 两个a相乘 a平方 那右边呢 sin又要对3x积分 本来是x 所以你要把3给除掉 所以呢 要变成3的平方 cos 3x 但是要加个负号 不要忘掉 然后呢 就开始画 斜线 正 负 正 ok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马上就可以写成为 exponentialax 乘上1 3分之1sin的 3x的正好 所以我把1分之1写在前面 exponentialax sin的3x 再加上 这个乘这个的负号 负负得正 所以加号是维持的 3的平方 乘上a exponentialax cos的3x 最后再加上 这两个相乘的积分的正好 所以这边有个负的 负 正负的负 减掉 这两个相乘 a平方exponentialax 乘上3平方分之1的cos sinx的dx 你说没有解出来啊 这边还有个积分还没解啊 不要担心 这个积分长得跟上面还真一样 整理一下 它会变成3分之1exponentialax sin的3x 再加上 9分之a exponentialax cosin3x 常数a平方提出来 9分之1提出来 是不是减掉 9分之a平方 里面是什么 exponentialax cosin3x的dx 对不对 各位看看 我先把这个呢 再写下来这边一下 对不对 这个要等于这个 你看看一下 这一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 怎么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个 搬回等次的左边 所以这一搬过来的时候 它会 这个是不是变成1加上 9分之a平方 乘上 这个几分 这等于等号右边这一串 对不对 OK 然后这个才是我们的题目嘛 这边都是常数 除过去 最后面 我们就得到 我们的解答 这个除过来 对不对 分子变成分母 它乘上这一串 好 假设要简化 各位再去简化它 要不然我们答案就算出来 OK 非常的简单 所以这个是部分 积分法 现在下来呢 还要再介绍两个技术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 三角函数 转换法 OK 三角函数转换法 我们怎么做呢 与其我们来说怎么做 我们倒不如 从个例子 我们直接来看 好 我们先从个例子来看 假设有个函数是这样 a平方 再加 x平方 分之一 达对x几分 它告诉你 它的答案会是 a分之一 arctangent a分之x 好 怎么算 它怎么算过来 我们怎么办 其实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算法 我们从这个来看待它 我们可以把分母啊 做个处理一下 比如说我把a平方提出来 那里面是不是就变成 1 再加上 x平方 除以a平方 对不对 不信你把它乘回去嘛 a平方乘上1 就是a平方 a平方跟这个a平方 消掉就剩下x平方 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样乘回来 有什么好处 因为a平方呢 在这边a这个常数 那我可以把它提出来啊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这样子写有什么优势呢 有个很大的优势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图 然后我们从这个图上面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做法 我们画个三角形 假设这边是p打 假设这边是a 这边是x 那斜边呢 根据b式定理呢 a平方加b a平方加x平方的开根号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Pengent θ 会等于什么 x a分之x a分之x 那a分之x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a分之x 这是a a分之x的平方嘛 我把它写成这样子的形式 看起来好像开始有点道理咯 但上面是dx我怎么办 这简单 我把两边啊 通通做微分 你要是学过微分的 tangent的微分会变成什么 second θ dθ 这个a分之1 常数不动 x的微分就是dx ok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整理上面 这边有个dx 根据这个式子的dx呢 a可以乘过来 对不对 a second平方θ dθ 我可以这样子写 这边有一个a分之x a分之x就等于tangentθ 那是不是代表 我这整个式子可以这样子写 a平方分之1不动 底部呢 e加上这个a分之x 是不是变成tangent的平方 分之1 dx呢 可以变成什么 a乘上second平方θ dθ 各位看看 我将x的积分 转换到好像变成θ积分一样 我就引进了一个三角形 那 常数 是不是可以提出去啊 所以就变成a分之1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 e 加上 tangent分之1 再称上second平方θ 等于什么东西 就等于1嘛 互相消掉了 dθ 这个简单吧 最后我们会变成a分之1的θ 再加上一个常数 哦哦 θ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对x积分吗 怎么会跑出θ 不要紧张 在这边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θ是等 tangent a1分之x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它是变成a分之1 arctangent a1分之x 加上c 上面少了一个c 就把它解决了 原来呢 我们将我们的积分呢 从x的这个空间 转换到一个θ的空间 因为在那个空间很好解决 最后再把它转换回来 就是了嘛 对不对 相当于说我们在开车 结果我们发觉开了一半 前面有块大石头挡住了 卡住了 那你怎么办 两个做法 一个就是一直撞 一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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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把石头撞 碎掉开过去 另外一个干嘛这样子 我看看地图 旁边有一条 这个替代道路嘛 我只要开过去 当我开过这个石头 我再开回来 就OK了 所以我们只要稍微做个转换 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掉 从x空间转换为θ θ 算完之后再把它转换回x 就OK了 OK 好 我们呢 再来做一题 我们来看看 好 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题 我们有个a平方 减到x平方的开根号分之一 对它x做积分 这边a是常数 它告诉你 它会等于这样子 真的吗 我们怎么来做这个问题 你发觉这个问题啊 跟刚刚最右边那个问题 非常像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用同样的做法 我们来做 我们先把这个a啊 把它提出来 所以呢 a从这边提出来 a平方提出来 怎么会变成 a平方提出来 那里面是不是 1减掉a分之x的平方 对不对 a平方乘上这个的开根号 相当这两个分别开根号 这就在相乘 a平方的开根号 就变成a嘛 所以a呢 会变成一个常数 a分之一提出来 这一边会变成什么 可以形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一样的办法 我们用三角函数 把它转换过去 用什么三角函数呢 我们一样画一个 很简单的 xa 第一档 当然这边就是a平方 再加x平方开根号 重点 这边是a分之x a分之x就是什么 pengent theta a分之x 我们再把它微分 那是不是像那边一样 你这边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second平方 theta a分之1的dx 对不对 我们可以做这样微分吗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dx 会等于a乘上 second平方 theta 所以dx知道 知道怎么转换 a分之x 就是tangent 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写成a分之1 根号 1减掉 a分之x 就是tangent theta 的平方 开根号 dx 会变成a 成了second平方 theta d theta 抱歉 这边少写的一个d theta 对不对 好 那a跟a消掉 OK 变成这两个 好 三角函数两三下就把它算完了 它可以变成什么东西 变成为 哇 更复杂的东西 没关系 我们继续算下来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second平方 theta 是等于cos 平方 theta 下面这1减掉tangent平方 theta 很复杂 你转换完会变成两倍的cos 平方 theta 减掉1除以cos theta的开根号 的d theta 这还得了 越算越复杂 可见这个三角形设计的不是很亮 好 我们再换一个 再换另外一个三角形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现在呢 我们把a放在这边 x放在这边 好 那就代表这一段是a平方减掉x平方 开根号 对不对 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看 这边一样重点是a分之x 你告诉我a分之x会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会a分之1 a x比上a 是等于sine theta 对不对 我们就不用tension theta了 我们用sine theta了 好 我们再把它微分 sine theta微分变cos theta d theta 抱歉 这边有个d theta 等于a分之1的dx 所以它告诉我们dx可以写成什么 a乘过来 acos theta d theta 所以我们这边dx 是不是就可以有事情做了 它会变成a分之1 1开根号 1减掉a分之x的平方 a分之x的平方 是不是变成sine的平方 身上dx dx是谁 这个啊 acos theta d theta a跟a消掉 它会变成什么 1减掉sine平方 theta 就变成cos平方 theta cos平方 theta的开根号 就是cos theta 这边又是cos theta d theta 它会变成d theta 对不对 最后会变成什么 f theta 再加上一个场数 那你说f theta是什么 我们不是对x积分吗 应该是x啊 你怎么变成f theta 因为还没转换回来嘛 这边呢 f theta 就会变成a分之x 是不是它会变成a分之x a分之x 加上c 就是我们这个答案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计算过程当中 你可以尝试不同的三角形 有的会给你更复杂 你根本就算不出来 有的呢 它会让你变得很简单一下 就算出来 所以你需要很多经验 告诉你 你到底要怎么做 ok 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规范 的一个经验 它会建议你啊 怎么样的转换 ok 假设 你看到分五呢 是a平方减掉x平方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做法呢 就是让x等于a的 或者是你不喜欢这样 我们刚刚写的方式是 你不是要把它换成为 a根号 1减掉 a分之x的平方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把a平方提出来 又开根号就变成a 里面就变成1减掉a分之x的平方 然后我们用一个呢 a分之x 跟你sign feed 这个就会比较简单了 意思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三角形 a在这边 x在这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将这整个东西呢 转换成为什么 a cos theta 因为这边是sin theta 1减掉sin theta平方 不就变成cos theta平方了吗 开根号就提出来 或者你现在碰到的是这个形状 刚好颠倒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那我们可以做的一个方式 是这个样子 我们呢 将它 x提出来 抱歉 a提出来 a提出来的话 我们会变成为 a分之x的平方 减掉 1开根号 a提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利用 a分之x 等于second theta theta second theta是cos的导数 对不对 也就是cos本来是说 假设这是theta 应该是对边比零边的导数 现在是要零边比对边 x a 所以这边会变成怎么样 a平方 再加上x平方 对不对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它这整个式子就会简化成a的tangent theta 非常容易做 OK 同样的 假设你现在碰到的是a平方 再加上x平方 那你要怎么办 一样把a提出来 里面会变成为1 再加上a分之x的平方 那这个时候你的转换呢 你就要用什么 tangent theta OK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a second theta 就很好算 OK 所以请大家回家多注意一下 看看这个是怎么一个转换的方式 好 最后一个技巧 我们称之为部分分数 OK 好 部分分数法 我们干脆 一样用例子 直接就来看 假设呢 我现在要做个积分 OK 那我要怎么做 假设是x分之一 积分就变成la 假设是x平方分之一 就相当于对x的负二次方积分 都很简单 偏偏两个人撞在一起 这怎么办呢 很简单 先整理一下 它是会变成x提出来 x加1 对不对 部分分数它告诉我们 x乘上x加1 其实可以把它写成2 其实可以把它写成两个式 一个x分之a 一个x加上1分之b a跟b是什么 当然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求啊 这是会变成x加1 那它就要乘上a乘上x加上1 再加上bx 它会等于什么 x乘上x加上1 ax bx 所以a加上bx 再加上a 这两端一比照 分母一样 分子这边只有1 所以x前面一定是等于0 那a呢 一定要等于1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b啊 一定要等于-1 所以这样一来 是不是代表这个积分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两项 第一个x分之a a是多少 1 再加上x加上1分之 多少 -1 那是不是变成两项积分就好了 对不对 剩下就很简单的积分了 请大家做做看 你很快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同样的一个例子 这个很快就可以讲完了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是x平方 减掉1的dx 好 这个怎么算 我们发觉这个不太容易算 对不对 但是假设你把它写成这样子 x平方减掉1的平方dx 啊 这个就容易多了 因为这个因式分解的结果 它会变成x加上1 乘上x减掉1分之1的dx 诶 这两个我会把它写成两个相 相加呢 dx的dx呢 当然可以 你知道决定分值就可以了 稍微算了一下 你发觉前面是负的2分之1 这边振的2分之1 就好了 那就剩下这两项 很容易积分吧 负的2分之1 x加上1分之dx ok 这个写在这边也可以 加上2分之1 x减掉1的dx 那很简单 既然你是对x加上1的 分的导数积分 这边是对x 我x后面再写上加上1 变数变化 我把x加上1变成一个变数 对它做微分 1的微分等于0 它的微分就是x 所以很容易 马上根据我们的经验 这个就可以写成为dx加上1 这个没有问题 再加上1分之1 dx减掉1 这也没有问题 因为负1的积分 负1的微分 也等于0 所以通路这边的log 对不对 负的2分之1 log的x加上1 再加上1分之1 log的x减掉1 再加上个常数 解决了 OK 好我们技巧呢 交到这个地方 紧接着我们开始 要来讲一个概念 就是积分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要弄积分 那我们怎么来用这个呢 OK 现在呢 我们继续下来 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积分到底是干嘛 然后我们怎么来使用积分这个技术 OK 那在这里面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告诉大家 积分呢 上一次我们积完了之后呢 里面都会保留一些常数 那常数是要有边界条件来控制 我们怎么下这个边界条件 那我们会在这边稍微讲一下 那重点 那重点 今天要告诉我们 积分 简单的 在我们一围的方程式上面 它就是面积 OK 我们现在先从个例子找手 假设呢 我们呢 在一个桌标系统上面 这边是X 这边是Y 假设我们有个方程式呢 函数呢 它是这样 这个函数呢 它遵守了一个规则 是X平方 加Y平方 等于R平方 也就是说这边是R 这边是负R 事实上这一看就知道 它是个圆的方程式而已 OK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 Y呢 会等于什么东西 R平方 减掉X平方 开根号 OK Y的函数是这个样子 好 现在我们对这个Y的函数呢 对它做个积分 OK 我们对它做这个积分 那做这个积分呢 重点是在于说 我们在X呢 这么击完分之后 它会有个常数 我们怎么把它消灭掉呢 我们知道在X的变化 它会从正X 随着这个点在跑的时候呢 它会像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这个地方变成负R 或者是从这边回来 就会跑到正R 所以我们就将它跑的这个路程的 开始跟末后 我们就写在这边 开始写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R 末后写在这个地方 这是负R 那待会怎么操作 我再告诉大家 好 这个积分呢 很容易 对不对 因为根据刚刚啊 三角函数的这个变换法 它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把它转到 三角函数那边去做 第一件事情 先将R提出来 你知不知道是R平方吗 先把R平方提出来 这个式子里面 在开根号之后 就变成一个R提出来 它会变成一个R 那里面呢 就会变成为 1减掉X 除以R的平方 DX OK 然后呢 我们呢 做个简单的 一个 一个变换 我们让X 把它转换到一个三角函数 怎么转换呢 这是X除以R 我们让X在这边 R在这边 所以呢 X除以R呢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cosin theta OK 定义为cosin theta 那这样很简单 我们对它做个微分 那R呢 是个常数嘛 对不对 就是它半径 R分之一 X的微分 就变成很小的样的 X的变化 cosin theta 变成负的 sin theta d theta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DX呢 就会变成为 负的R sin theta d theta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有DX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 对不对 所以R 这个R我造写 后面DX呢 我就把它写成 负R sin theta d theta 然后里面呢 是根号 E减掉 X除以R X除以R是cosin E减掉 cosin平方 E减掉 cosin平方 theta 上下线呢 这本来是指的是 X的变化 开始 抱歉 这是正 开始 跟末后的位置 假设你转转 是phida 什么是phida 这个叫做phida 所以刚开始 X的位置在这边 这个时候phida 叫做零度 然后变变变到 它最后的位置 负R 是不是代表 phida要转 180度 就变成 拍了 零到拍 OK 所以这个负R 是常数提出来 变成R 负的R平方 这个地方呢 E减掉cosin平方 theta 就等于sine平方 theta sine平方 theta 开灯号出来 就变成什么 sine的theta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 会变成sine的平方 theta 第theta theta从零到拍 OK 零到拍 抱歉 这边R到负R 没有关系 R到负R 或者是我们 从负R到正R好了 从左边到右边 负R到正R 那这边是负R到正R 那这个地方呢 就从负拍 就从拍到零 OK 无所谓 拍到零 但事实上 这个会有一个差别 这边呢 我们暂时先不管它 拍到零 OK 好 那这个怎么积分 这个还是没办法积分 但是我们却知道 有一个很简单的式子 三角函数 它告诉我们 cosin2theta 等于E减掉两倍的 sine平方theta 所以这样一来呢 它告诉我们 sine平方theta 可以写成什么 移过去移过来 1 2分之1 1减掉cos2theta 或者你把它写成 2分之1 减掉2分之1 cos2theta 对不对 所以呢 它这边会变成 负的R平方 拍到零 2分之1 减掉2分之1的cos2theta dtheta 那这个就很好算啊 第一个 怎么算 负的R平方 放在这边 2分之1 只是个常数嘛 对theta积分 就是theta 就是2分之1theta 减掉2分之1的cos2theta的积分 这边是theta 这边是2theta 所以我把theta 改成2theta的话 前面会跑出个2出来 所以我要乘上 2分之1 对theta的积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减掉 本来是2分之1 我写在这边 现在又多个2分之1 cos的积分 变成为 sine的 2theta 然后之后 请注意哦 我把这个上下线 从左边开始 往右边跑 这个呢 写在这个地方 拍 然后我要干嘛呢 我要把上面的这个带进去 减掉 下面这个带进去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变得负的r平方 上面这个带进去会是什么东西 2分之1 2分之1 乘上0 减掉 1分之1 乘上sine 0 对不对 2倍乘上0 还是0 减掉 下一个带进去 2分之1 π 减掉 1分之1的sine π乘上2 2π 那我们知道 这是0 这个也是0 这个也是0 所以只乘下 负的2分之π 在乘上前面 是不是正的 2分之πr平方 你告诉我 2分之πr平方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个 半圆形的面积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刚刚是积分这一条路线 从这个地方 叽叽叽叽叽到这边来 得到的呢 是这条路线里面所涵盖的 这一个面积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有个函数 f of x 假设呢 我从 x1的地方 积积积积积积到了 x2这个地方 相当于我们在算 它的面积 OK 这个是它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将这个呢 f of x 对它对 dx7分 而且呢 我从x1 跑到x2 其实我 它的跑法一定从这样跑过来 对不对 它会等于怎么样 面积 很棒的一件事情 但是事实上 你要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f of x 它指的是在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x地方 它的高度 比如说x1 f of x1 就是这个高度 f of x2 就是这个高度 dx是什么 某一个小宽 对不对 也就是说 相当于说 你把这个东西啊 切开来 比如说 我将切开来 我把这个每一个高 乘上每一个宽 这样就相当于它的面积的嘛 当然了 你说不一样啊 因为这边呢 未必每一个角度都很好 但假设我将这个啊 切得很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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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你看这边呢 看起来就像圆滑的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将这个每一小块的面积加起来啊 相当于就等于这个积分 就等于原来的 这个曲线下面的面积 是完全可以比拟的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 什么 我们将每一个地方的高度 比如说这边呢 切了NN块 x1 x2 意思到xN OK 管它了 就是到很大 在乘上每一个的宽度 假设大家宽度都一样好了 然后每一个把它加起来 假设你切成无穷大 那它就是无穷多片哦 你统统把它加起来 但是呢 你要完全一样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要求 你切了每一片的宽度呢 要很小 这个就是它面积的含义 OK 所以我们在求 这个 一个方程式的 一维的 这个积分呢 就相当于求这个方程式 底下的面积 OK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举几个例子 来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运用 这个积分 来 来 处理我们物理上面的一个问题 为了简化起见呢 我这边用个转动观量 我们来求一个转动观量 OK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样 或者 我们也可以来求 它的 这个 例句 我们先求转动观量 OK 转动观量 假设有根柱子 这根柱子呢 它的长度是 L 写在上面好了 大L 假设它密度呢 是均匀的 总质量是M 然后我绕着这个点 旋转 请问一下 转动观量等于多少 当然转动观量呢 我们怎么定义 转动观量 Definition 转动观量的意思 就是说 I 会等于M R R 平方 M 指的是 小指点的质量 R指的是什么 小指点 M 距 转转 转轴的距离 假设这有个指点 那它距离 这个转轴啊 的距离是固定的 所以 转轴的 距离的平方 乘上M就是它的I 但是对于一根棍子而言的话 就麻烦了 因为那棍子呢 它有好多个指点 那我们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呢 先把它假想成 我们这边有一小块 这一小块呢 距离 转轴呢 有个位置 X 我们把这个叫做 X轴好了 然后呢 这块有多大块 当然我们在X上 要切下一小块啊 叫做DX 这DX很小 小到呢 你分辨不出来 左边跟右边 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么这一块呢 距离转轴的距离 大概就是X 那我只要 切很多块 对不对 我就要把每一块的质量 假设这一块呢 有个小质量 DM OK 我看看要不要DM DM 那么 它就有个小质量 那我喜欢写的呢 先把它颠倒 也就是说 我有个小质量 它距离呢 转轴是X 当然你要平方啊 之后呢 我将每一个质量 通通加起来 就好了 这个 就是我们的I OK 通通加起来 那你要怎么加呢 我这一小块 我可不可以 就从左边这样 一直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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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过来 对不对 但是要忘掉一件事情 这里面是跟X 有关系的函数 这边却是质量 这个 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可不可以 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事实上是有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定义一个叫做线密度 这条线的密度 因为呢 这根棍子啊 它是一维的 好像一条线一样 它质量是固定的 大M 而且呢 均匀分布 所以线密度呢 一定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在我们目前的case里面 它是一个常数 那线密度是什么 怎么定义呢 总质量除以总长度 就是这个样子 总质量除以总长度 那么我们一小块的质量 DM呢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线密度 乘上这一小块的长度呢 这样子我们就将质量跟长度 形成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可以来对它操作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就很简单 就变成X平方 乘上Rho 乘上DX 但因为Rho是常数嘛 我就把它提出来 X平方DX 好 那这个代表说 我们要切这个呢 这个X的位置呢 我们当然从这边切切切切 这样切过来 从哪边切过来 从X 假设我非常靠近它 是不是这个距离是0 一直切切切切切 切到最右边的端点 距离它的距离呢 是大L 所以呢 相当于我这个地方 要从0到大L 0到大L OK 那这个积分还不简单 Rho 摆在这边 积分变成三分之一 X三次方 假设我们有上下线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先加C 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 把上下线了 先画一条线 写在这个地方 OK 然后把上面带进去 剪掉下面带进去 所以紧接着呢 它会用Rho 上面带进去 变成三分之一 大L 三次方 0带进去 就是0嘛 所以我就不用写了 假设看不太出来 我们再把Rho M除以L 这个带进去 三分之一 L三次方 这个削掉 这个变2 它就变成三分之一 ML平方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什么意思 M是什么 总质量 L是什么 总长度 它相当于呢 这整根棍子呢 就好像一颗纸点 摆在这个位置 的转动惯量 的三分之一 因为有很多指点啊 它事实上不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里面 所以它转动惯量比较小 为什么比较小 因为距离 转轴的这个R比较小 所以平均起来 最后面呢 相当于一颗质量 在它的端点这边的 转动惯量的三分之一 OK 这样子呢 就很容易计算了